大家好,我是張傑偉 很多人在選購小提琴的時候 會有一些憂鬱跟困擾 沒有什麼方向 今天這支影片想要跟大家聊一下 你在選購小提琴或者是提琴的時候 在試琴這個部分 要怎麼樣的事情 這個影片希望給大家一點方向可以幫助大家 那在選琴的時候 當然選琴有很多重要的地方 包括琴的狀況 它的價格等等 那價格 是不是應該這樣子的樂器 有這樣的價格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話題 那這個可能有機會 我可以在別的視頻告訴大家 那針對我們去挑琴這件事情 就我個人而言 我挑小提琴對我來講 像是在挑老婆一樣 我覺得大家可以有一點點這種方向 或是挑老公 這樣子的方向去挑一把自己的樂器 為什麼呢?因為通常 除非是小朋友在用的樂器 通常一把小提琴成琴 它可能就是跟著我們一輩子的 那我覺得它 我在挑樂器的時候 對我來說 為什麼像挑老婆一樣 第一件事情 我得要喜歡 夠喜歡 第二我要去考慮 這個樂器合不合適我 就像伴侶 一生的伴侶一樣 再來我會去考慮說 有沒有互補的功能 我會覺得兩個人相處 還有你跟樂器之間的關係 像我很容易去選一把 可以彌補我缺點的樂器 就是我要很清楚我自己什麼好 什麼東西不夠足夠 我在挑樂器的時候 如果是針對聲音上面的話 我會有上面這樣子的想法 那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我工作室 或者是我以前以往 我看過很多人的事情 常常如果是學真事情 或者就是 你會看到兩種 兩種人 一種人就是 非常敢拉的 他來這邊可能就是 你感覺他好像是 要來開音樂會這樣子 然後拉一堆一堆 然後這樣子 另外一種人是很害羞 不太敢拉 或者是其實他的 拉琴的方式 其實也不是真正的在拉琴 那我當然是覺得說 如果是你今天要去試琴的話 當然是不要是後者這個 你未必是要像前者一樣 哇在這邊整首學奏曲 從第一月章 整個全部都拉完這樣子 不一定要這麼誇張 但是你得真的是要好好去試 什麼叫做好好試 就是你至少要好好拉 那試琴 你怎麼樣叫做好好拉 要拉些什麼東西呢 我今天在這個影片裡面 有幾個方向想要提供給大家 第一件事情 你試琴的時候 你需要每一條弦都好好的試 OK GD是比較低音的 那A跟E弦是比較高音的 那這把琴的低音怎麼樣 高音怎麼樣 你要記得 你四條弦都應該要去試 那你心裡喜歡什麼樣的聲音呢 E弦亮的 纖細的 還是A弦甜美的 G弦喜不喜歡很厚的 那這些每一條弦的音色 你可以記得要每一條弦都要試到 在我自己的人生經驗裡面 因為由於我個人的興趣跟環境職業 我想我這一生至少也拉過上千把提琴 大家要有一個觀念 我至少我的經驗 如果是每一條弦 每一條弦的特色我都很喜歡的 我的經驗至少都是上千萬 或是億以上的樂器 那如果不是在這樣子的樂器 的預算以下 我覺得小低琴它本身的製作 它很難滿足到 每一條弦都是完全就是 就是你的夢想這樣 我覺得我個人的經驗是這樣子 就今天你今天 好我們就要想說挑老婆這件事情好了 你要她聰明漂亮 身材又好又體貼 這等等很多條件 那你如果要有這麼多條件 那你當然第一 你自己有沒有這個能力 你的能力是不是到達一個狀況 你才有辦法吸引這樣的人 第二當然就是 也許你狀況運氣很好 你有辦法 那所以第一個觀念就是告訴大家 就是四條弦都要去試 但我個人的經驗 我如果沒有試到那個價錢以上的 我是很難試條弦 我全部都非常非常喜歡 第二件事情 音域就是 你在試琴的時候 你得要每一條弦 幾乎是每個把位 你應該從低的到高的 你都要能夠試的 那最簡單的方法 我覺得比起你在那邊 拉一個曲子在別人面前 好像是你在 好像是在試開音樂 或是這種 這種方式試琴 你還不如是好好的 音階每一個音 每一個音好好拉過 去仔細去聽 這把琴 它的低音 低音弦 如果它跑到高把位 是什麼樣的聲音 高音弦 它跑到高把位 高的音域是什麼聲音 你可以觀察說這把琴 它的每一個位置的變化 是不是你喜歡的 是你期許的 當然 如果你今天 你的程度 你要換 陳情的時候 你根本沒有每個把位學 學到 那你可能就沒辦法試到這件事情 那這個就是之後 我跟 要跟大家分享另外 一個其他的重點 一個另外的重點 可以幫助大家 我覺得 要強調就是 音域要記得 是 不要只是試那些 好像你熟悉 或是你喜歡的 音域 你全部都要試 你才會知道這把琴 到底怎麼樣 全部是怎麼樣 第三件事情 剛剛有提到 有人會在這邊 好像在拉演奏位一樣 其實這也沒有什麼不好 我現在要提醒大家 就是 一個方向就是 你可以試一個你熟悉的曲子 譬如說 你最近在拉的曲子 或是你本來就已經可以拉得很好的曲子 因為 那個跟你平常在用一把樂器的時候 你對那個聲音的記憶 你會是比較深刻的 所以去試琴的時候 你可以想一下 你自己 要拉些什麼東西 等一下 要拉那些東西 不要說到現場 然後要試琴 你也不知道要拉什麼 這樣子 對自己 比較不好 因為你既然要試 你就是要好好的試 第四件事情 我覺得可以提醒 除非你今天 是要換不同尺寸的樂器 有一種情況是 你要換 同尺寸的樂器 其實不同尺寸的樂器 你也可以做這樣事情 但是 基本上 小琴慢慢換大 一定是大的 會比下面小支的琴音色 好 那如果你是在換 同一個尺寸的樂器的時候 我非常建議 你一定要記得 帶你舊的樂器去試 你舊的樂器如果沒有帶去的話 你很難去做一個比較 那當然 要怎麼比較 我剛剛前面講的那三點 的內容 你都可以用這兩支樂器 你舊的跟你 即將想要 新找的這個樂器 去比較 但是這個有一件事情 要提醒大家 你功 最好 還是用你自己的 因為你去試琴的時候 他可能會拿別的功 讓你試 但是我們要知道說 每一把不同的功 在同一把琴上面 它是會發出不一樣的聲音 再加上如果你自己拉琴 不是技術非常好 可以馬上適應任何不同的功的人 我會建議你也要帶自己舊的功 去試試看不同的樂器 比較一下跟你原本的樂器有什麼不同 是不是真的有好到讓你想要換那一支 我覺得這個大家可以去做這樣的事情 第五件事情 我覺得拉琴的時候 我們音樂家在拉琴在台上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想的聲音是聽眾聽到的聲音 而不是我們自己在耳朵旁邊聽到的聲音 而你在試琴的時候 你聽到的其實是在你耳朵旁邊的聲音 除非你今天你的功力是已經可以很判斷 就是說你今天在這個空間 你完全知道這樣的聲音 在另外的空間會變成什麼樣子 不然我非常建議你必須帶一個人跟你一起去試琴 你必須請別人拉給你聽 然後你在一個距離去聽聽看 你看這把樂器在一個距離之間傳達出去之後的聲音 跟你剛剛自己在耳朵旁邊拉的時候 是什麼樣的不同 當然這個人 我覺得至少拉琴要跟你拉的是同樣的level 同樣好的才有幫助 你不要帶一個 其實他根本就不會拉琴 然後拉出那種聲音 你去那邊你遠遠去聽 對你來講一點幫助都沒有 好 第六件事情 你可以在試琴的時候 稍微移動一下不同的位置 如果試琴的地方空間夠大 可以去不同的位置去試試看 那個琴的聲音的共鳴是怎麼樣 也可以注意一下你試琴的地方 是不是非常的挑高 那你很挑高很挑高那樣的地方 你聽琴的聲音 或是有回響的聲音 你聽琴的聲音不是最準的 因為那個會美化那個琴的聲音 好 就是去看一下這個空間 以上六件事情是我對於 大家在試琴的時候 一個非常簡單的說明 可以給大家一個簡單的方向 那就由於我影片上面所說的 其實選情還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 或是更專業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我會思考一下 看看會不會是在別的影片 來告訴大家 那希望這個影片對大家是有幫助的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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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